给黄珊珊上一堂道德课 翁达瑞美国大学教授 高宏安犯了贪污罪被台北地检署提起公诉 黄珊珊发文申源 标题 不必特别 公平就好 剑副图 黄珊珊只称本件只是普通诈欺罪 北检竟然以贪污制罪条例起诉 黄珊珊指控北检没有就法论法 刻意误导视听 高宏安因贪污被起诉 一审有罪就要停职 普通诈欺罪无停职的问题 黄珊珊进一步指控北检政治操作 为的是把高宏安拉下台 黄珊珊对北检的指控 根据的是高检署的新闻稿 公务员诈领加班费 以普通诈欺罪论处 黄珊珊不老实 企图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呼隆民众 为高宏安脱罪 黄珊珊的移花接木有三个面向 人物措置 高检署定义的普通诈欺罪 指的是公务员虚报自己的加班时数 从政府诈领加班费 高宏安扎领的不是自己的加班费 而是助理的加班费 不符合高检署定义的普通诈欺罪 黄珊珊刻意错置涉案当事人 就是为了呼隆不懂法律的民众 职务措置 刑法的贪污指的是公务员 利用自身职务之变 谋取不正当利益 加班费的申报与核准不是助理的职务 就算诈领也不服刑法 利用自身职务之变的贪污要件 高宏安的职务包括助理加班费的申合 高宏安利用职务之变 虚报助理加班费花用 就是刑法定义的贪污罪 黄珊珊刻意错置职务行使人 也是为了呼隆不懂法律的民众 利益错置 高宏安的助理连普通诈欺犯都称不上 因为他们没有中保诈领而来的加班费 助理们不过是高宏安贪污的共犯 高宏安则是贪污的主犯 因为诈领而来的加班费 都由他一人花用 符合不当获益的贪污法律要件 黄珊珊刻意错置犯罪获益者 还是为了呼隆不懂法律的民众 黄珊珊的道德可 黄珊珊是有赵律师 却刻意扭曲法条呼隆民众 达到为高宏安脱罪的政治企图 黄珊珊缺乏政治人物该有的诚信 也没有法律人该有的正职 需要我帮她上一堂道德课 说不定黄珊珊真的不懂法条 如果黄珊珊的执照是鸡腿换的 这篇贴文也可帮她上一堂法律课 就算是同厂家印好了